说到杨雪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都会感到陌生 但提到张卫健和谢霆锋主演的小鱼儿与欢无缺 相信电影会唤醒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而杨雪在剧中扮演了江玉燕这个角色 就是那个不靠眼线浓妆就能黑化的厉害人物 那个将整部剧杀的只剩下剧名的女魔头 而现实生活中的杨雪早已结婚生女 从演员晋升成为宝妈 过上了低调幸福的日子 娱乐圈中也很少看到她的身影 而就在最近 网传杨雪将复出出演由罗云熙陈飞宇主演的好运行 有颜值更有演技的杨雪加入 让粉丝直呼非常值得期待 31日杨雪在社交账号更新了动态 推文 古装系的她自拍照不忘嘟嘴卖萌 古装造型非常惊艳 眼神游戏称得上是无私调美女 有粉丝表示 这是杨雪时隔八年在演古装剧 更多时尚资讯 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 友能备订阅时尚谢谢 du 我们下期中能够